哈喽大家好我是汉姆 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大家订阅点赞跟离当 感謝你們 來玩我們的原神 今天是我玩原神的第二天 但是其實也就只有差不多 玩半個小時 上一期玩完就直接下線了 有網友給我留言說我快10點抽了 那我今天就來玩一下10點抽 好 回憶一下 OK 可以稍微讓畫面小一點 就是我的視野可以高一點 這個遊戲也沒有自動戰鬥 然後也沒有導航系統 所以要自己走 自己走的話你就要 就要繞路吧 上不去走吧 繞路 哇這個 我會不會有關遊戲都在走路啊 雖然可以看風景啦 但是 哇 這要這樣子爬上來 這邊有路嗎 這邊有一個音樂師人 沙沙 要到了要到了要到了 好不容易啊 整個爬上來耶 那我等一下出去的話 我不會讓他走下去吧 這光影變化是不錯啦 啊上來了 大家在這吧 這邊有一群人 欸 收到封神巴巴托斯護佑的人 呃 這個遊戲 聽說手抽不好刷啊 聽說手抽不好刷啊 好聽說 欸 不是就這邊啊 我看一下喔 此次的地點喔 此次的地點喔 不是跟他們說話 是要到達那個定點 風之翼 拍猛 我們可以飛了嗎 風之翼 好 按W 往前移動 好 按W 往前移動 好 好 這個飛下來 這樣是不是 有點滑翔的感覺吧 所以我們剛剛爬的那麼高 我想說不會又要我們走下來吧 還好沒有 算是有設計過的 欸 怎麼突然變一天 喔那個 很像蜂龍 那一隻 他爆了 爆裝 他不爽那個女神喔 好趕快利用我們剛剛 學會的技巧 風之翼 呃現在是動畫啊 我沒有操作 就是 呃唷唷可以移動欸 可以上下左右 哇被射擊遊戲喔 風魔龍 應該是風魔龍 射他的...射他的PP 好,封魔龍走了 這個不知道是誰啊 我來看一下他的頭像是誰 好,他們說我了 凱亞 OK,凱亞T2隊 凱亞被排在T2 安博也是T2隊 就是這兩隻角色都是T2隊 呃,角色的排名有分T0跟T1還有T2 那待會來抽抽看可以抽到哪一隻 女者T2隊 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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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哈哈 反正 騎士團代表霊王 在前面的風魔龍和戰鬥 代理團長也有興趣 OK 要去騎士團內部 這邊角色裝扮已經解鎖了 那 可能要去月十七看吧 先不管 我們繼續主線任務 好像還是要下去 我們久了就知道這個遊戲 滑翔 看一下C角色介面 然後 然後 然後勒 這邊 然後我們可以 裝扮就對了 看你要哪一種 我們昨天不是有抽到一個嗎 不是抽到他有送我們一個 這個 這好像那個風箏喔 三角形 這個鎖起來應該沒有 PS4的玩家才有 那我一樣用這個吧 然後這邊可以升級喔 稍微升級一下 好 剩遺物 反正就裝備吧 先不管 有金套號就給他弄一弄 故事 好 故事也在這邊 然後這邊還有金套號是 這邊的 他的 缺的 哇他是紅色的欸 一個兔子就對了 這邊是他的語音 全部都是新的嘛 因為我是用日語的 然後還有其他 鎖起來的 還沒解鎖的 火元素安補 這個遊戲是 分元素的 那我們是什麼元素 確認一下 我們是瘋嗎 對我們是瘋元素 這個在裡面偷窺幹嘛 派萌在幹嘛 好要來抽抽了吧 我猜啦 這根本不是玩一下而已啊 大家懂我意思嗎 你如果要玩首抽的話 我覺得你從頭玩到這邊 再快再快也要三十分鐘吧 三四十分鐘吧 對吧 所以可能要 手抽的話 可能要花 看要怎麼花時間 這應該都是我們的主角 飛蟹 莉娜 這個有點像那個 法師的 卡伊亞 琴 琴是代理團長嗎 柏蘭 然後這個是莉莎 圖書管理員 這幾隻都說我們 待會兒有可能會抽到我 我又可能會抽到我 他就跳 好像應該是要派人給我們 我們都可以幫忙 就算做事 要做那些方法 風馬流 在門路上 對 友人們 人們的魔法 探索 適風守護的廟宇 我們大概有可能要去這邊 所以其中一隻都要派交給我們去 不是喔 本地人的默契 現在的暴風在猛威 只要守住 前面的災害 我們去到神殿的遺跡 解鎖了這個起願 還有商城 我們現在要按F3 進行起願 就是 我說的食言抽 那這邊食言抽需要這個 8個 好像打折吧 打8折 然後這邊-20 off 20% off 初心者推薦祈願 然後這是 是諾艾爾 up 諾艾爾 我看一下 諾艾爾是T1隊 然後這個溫迪 溫迪的話是T0 T0的話有 然後 柯琴 溫迪 琴還有狄克盧 然後這個是武器喔 武器的抽抽好像我沒有半個 然後琴也是T0的 然後狄克盧也是T0 然後這邊10次必出4星以上獲物品 目前有4個卡池嘛 一樣我只能10連抽 而且這個沒有打折 所以新手要抽這個吧 至少要打折 然後來看一下詳情 20抽喔 新手只能玩20抽就對了 初心者推薦祈願 那10連抽必定會獲得這個 然後下次10連抽必定會獲得其他4星以上角色 這一隻 然後5星的話是0.6% 0.6%大概要20抽是不是 10幾抽吧 16抽 才有可能出到5星角 4星的話是5% 欸不對喔0.6的話 0.6不只20抽欸 說錯喔0.6要100多抽喔 喔感覺要快200抽喔 大概170抽左右 哇不好抽啊5星角 所以這遊戲刷手抽應該是很難很難很難 因為這機率很低0.6%而已 好我們返回 歷史紀錄我現在都沒有啦 沒抽嘛 可以自己看一下你的歷史紀錄 返回 呃他只有說過畢德這一隻嘛 這邊 第一次10連抽畢德這一隻 然後這個是溫迪的 溫迪的我看一下喔 機率up up 這隻是5星嘛我們來看一下 喔 抽到5星之後有50%機率出溫迪 這個叫up喔 哈哈哈哈 好吧這叫up 好看大家怎麼抽吧 這個東西只能玩20次 你可以馬上用也可以之後用 他好像沒有時間限制 喔沒有時間限制 然後其他的這個ups有時間限制嘛 還有18天 這是武器池 然後這個是這些混池吧 這個應該就沒有up了啦 喔這就沒有up了 看一下喔好像都沒有up了 沒有特定哪一個角色up吧 嗯我不知道這遊戲有沒有保底機制啊 那我來抽這個池子好了 欸不行我不能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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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抽這個 或是這個 那我就先抽這個新手這個初心者吧 來吧 看過那個機率很低啊 所以應該沒機會了 金是好像才4吧 忍刃三星 忍刃三星 好多武器齁 那就沒有啦 就只有那隻角色了啦 這都是武器齁 都是裝備 就這個啊 就必得這隻 艾諾爾吧 我不知道我抽的對不對 可能你們要抽其他角色 我就要去抽別的卡池 不一定 抽最後一個吧 他說必得這個吧 那我就沒有了 這個是岩元素 反正就 隨意玩玩 那 這個就剩10次 就必定給你這個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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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能還要再花 還要再抽就多了 五星的機率真的有點低齁 因為畢竟角色就只有這些啦 因為畢竟角色就只有這些啦 我的這隻 這隻應該是所有人都拿得到嗎 諾艾爾 諾艾爾的話 我來看一下 諾艾爾 也是T2隊的啦 跟安博啊一樣 跟我們現在那個火元素安博一樣 都是T2隊 可是遊戲就T0T1T2 一開始跟你就是最差的隊伍 讓你體驗一下 強弱之別 今天就玩到這邊吧 差不多20分鐘 玩到10點抽這樣 首抽 稍好認識一下這角色 西風騎士團 好 安博 欸 萬一風之一 好我們現在要去廟宇門口 這邊吧 我們剛剛好像從這邊過來的 待會就是解任務嘛 解封魔龍的任務 可能是打打怪之類的 因為現在天氣 還是一樣 非常多OK 一樣我們要往下跳 那我就先玩到這邊好不好 因為時間20分鐘了啦 OK 先玩到這邊 講首抽的人大概就是要 拼個40分鐘左右吧 要很拼吧 三四十分鐘要拼 拼到這邊 你可能 我不知道要不要砍掉遊戲 這遊戲那麼大 砍掉的話 會崩潰吧 砍掉重裝會崩潰 只能先這樣啦 有興趣的人就再插一下 我會把那個 角色排行榜貼上 貼在我的資訊欄位中 大家可以看看 那可能我剛剛那個抽的方法 就是抽固定的角色 你可能要抽最後的卡池吧 才有可能抽到其他角色也不一定 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那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